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雪2005年在电视剧《小鱼儿语花无缺》中出演慕容仙一角而被观众熟知也因此被称为《小仙女》2006年7月个人博客停更演艺圈也在无她的消息2012年4月微博白雪近在她乡被发现2013年8月再次消失李廷一第一部就是跟成龙主演《一个好人》起点之高绝对是让其他新人望尘莫及后来穷摇拍《还珠格格》 必要她演出《小燕子》却遭当李廷一时的代理经纪人设计做出荡西相撞自愿退出 假象导致被骗退 卓一廷几个小时候都是听她的歌 以唱台湾歌曲出名 对于台湾流行歌的半唱台卓一行翻唱过六百首以上的国语与台语歌歌曲风格久异以柔情甜歌为主 2002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天黑》首张专辑《天黑》在2002年一年内全亚洲销量达到了150万张 同年11月发行专辑坚持到底2003年凭借歌曲她一定很爱你 获得第三届音乐风云榜港台年度十大金曲奖高郎 2004年以单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正式出道 2005年获凭借《冲动的惩罚》获全国接唱片奖 《冲动的惩罚》 《冲动的惩罚》